狗球流一个非常考验玩家的拆证思路和操作技巧的流派 常常的也被玩家拿去月本挑战 今天呢 我们就更新一把13本的部落战闪阵狗球 平退一个16本 我们看一下这个英雄 盲娃呢 也是只有可怜的62级 没有宠物 七闪一阵 这边的话呢 开局从这边下了一个投石车 这个阵型的话呢 防御也基本都是满15以上 算是一个16本的前中期吧 这边的话呢 开局是直接七闪一阵 劈掉下面这个插奴跟擎天柱 因为是13本的闪阵 所以说就必须七闪一阵 如果是高本的话 六闪一阵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呢 女王带的是一个寒冰剑去爆本 这边一个冰人吸引了这个合体加农炮的伤害之后呢 女王趁机把它打掉 因为这个16本的合体加农炮呢 真的是伤害太高了 女王13本的话呢 是没有宠物的 这边呢 再续了一个盼子扛伤害 从这边进去爆本 马王的话呢 从这边溜边 女王再往前走呢 就可以爆本了 爆本的时候呢 受到伤害直接果冻开大招 这样就可以秒掉这个16本 这边抄战开完城墙之后呢 马王也是直接立刻开大招 冲进去把这个插奴加农炮打掉 后面的话呢 跟了一个飞盾跟猎手 哇 女王的话呢 就被这个马王隔墙给打到了 那目前这边大本营还有这个女王威胁比较大的两个东西打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后面这边开始滑狗球城堡里面的话呢 是三冰人 那我下狗球的时候呢 原兵是不会出来的 但因为这边有个飞盾 我必须下猎手 然后蹭个金身把他打掉 冰人出来的话呢 我气球呢 也不会去打他 等一下在旁边再下弓箭手把冰人拉走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呢 给了两发急速 然后从这边的话呢 就再继续下球 这边再继续滑过来 对 这边的话润土也是来到了这边 很好三个冰人的话 被拉过来隐身润土盖一下 再继续往前走 把这个 投石炮和鸟炮动住 再稍微拉扯一下冰人 润土呢 就可以把这个投石炮给打掉 然后冰中再动一下这边的合理箭他跟防空 这波气球跟上来就三星没问题了 还有这个阵型呢 也不是我们经常所见到的16本的那种常规阵 还有是这种舞蹈阵 舞蹈阵的话呢 拆正起来也是比较好拆 所以说就造就了这个13本 平推了这个16本的可能 制作视频不容易 喜欢视频的话呢 不法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